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看我们今天的漫画收藏节目 本期是第35期 今天在美国是5月4号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什么日子呢 就是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愿原理与你同在 那么这一天的话 在全面范围都是免费赠送漫画的特别的日子 是广大 这个漫画有的话 一个特殊的日子 就是Free Comic Day 免费漫画日 今天我也去了两个漫画店 那么这些就是我今天上午的收获 这些漫画全部都是免费 好了 那么一个多少本 差不多有四五十本了 那么昨天的话 跟群里的交伴进行聊天 他们说能够拿多少本 我说只要店长不打你 你拿多少本都行 当然的话 这只是玩笑话 我今天是去了两家漫画店 那么第一家漫画店 是我非常熟悉的 里边的话 是可以任意拿多少本都可以 那我跟店长说 是为了拍这个节目 我是每一个漫画是拿了一本 那么差不多有四五十本 那么第二个漫画店 他们是有他们的规定 什么呢 就是每个人只能拿三本 而且是每一本的话 不能够重复 所以说两个店的话 是各自有自己的策略 那么我的话 也是一共拿了这么多 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好了 那我们就先少许 今天的话 应该是一个不短的视频 好 我们来 依次来看 这本书就是Elegy universe 能量库宇宙 前方是老威 微整天上面就写着 Free Comic 顺便说一下 每一本说的话 基本都有这么一个标识 Free Comic 就是免费的漫画日 这个的话 在美国基本上是每年 一年一度的这个日子 好的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 Scarby Image 公司进行一个出品 这是第一回 那么也就是说的话 我们看看里面内容 里面内容的话 也是全新的内容 看来的话 它是要重启一个 这样的一个系列 我们看 这个是老威 跟Optus Prime 进行一个对决攻击 而且的话 这一上来之后的话 就进行一个猛攻 这个时候 是微整天的话 是掐住大哥的脖子 而他的手臂的话 也是被一幅砍暖 非常非常的劲爆 好的 那么这块的话 有点像是在 方舟号里面的故事 来看一下 这本书之后的话 也会进行一个讲解 那么后面 还有GI州的一个联动 那么绝对有一点 大乱斗的 这么一个感觉了 老威也是被打得非常惨 胳膊刚被砍掉一头 那么眼睛的话 也被爆出来了 好的 这个Rodomus Prime 这个补天室的话 也有所登场 那么这个是男爵夫人 真的是一个大乱斗的 这么一个感觉 好的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这本书 免费进行一个赠送 好的 好 我们先把它放在一旁 今天出很多 第二本就是Star Wars 就是这个星球大战 那么这个是 这个 这个 Luke Skywalker 那么这本的话 是他的父亲 这个Alex Skywalker 好 那么今天这个日子的话 拿这本书 我觉得是这个应景 好 我们这个快速翻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风 星战的话 也是这个重启了 出这个新的漫画 那么是一个较为 新的这么一个漫画风格 这本书的话 我们稍后的话 我再去细细品味 大家就随便翻看一下 好 再看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很厚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这个蜘蛛侠大战死士 Spider-Man vs Deathpool 这本书是个很厚的一本书 那么这个前三本书的话 就是我在其中的一个漫画店 就是第二家漫画店 进行一个 应该叫做拿到手 不应该叫购入了 这是这三本书 下边的话 就是我每周都会去订漫画 在漫画店 那么对我的话 也是这个敞开大门 他听说我要录节目 好 这本书就是 Anna Jung Universe 那么这边的写片 是2024特别 那么这是第一刊 作为一个特殊的刊物 那么已经翻看过了 一个是柯柯新 好了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本书 你看这是柯南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 写的是 Blackstone 柯南黑石之柯南之战 柯南的话 应该也是一个 挺老的一个动画片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IP 我们快速翻看一下 后边的话还有一些人物角色的介绍 这本书的话也是写的 Freecoming的免费送送 好 这本书已经看到过了 这本书的话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话 在这个第一店都跑 就拿了一本书了 好 算是重复 好 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叫做 The High Republic 叫做高共和国 Star Wars 那么我们看看里面的内容 是长得这个样子 这个有的看了 好 这本书 这个Street Fighter 这个是街霸 街头霸王 好的 那么这本书的话呢 这个 我看一下 非常不错 哇 这个是一个美的一个画风啊 看一下这个Ninja Turtle 这个TNN Mish Ninja Turtle 忍者神龟 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可爱啊 好 再来一下 还有这个One Piece 就是这个海贼王啊 Kaizoku 好的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 是非常恶魔果实 这本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Monster High 那么怪物都很High 这个Free Comic Book 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女孩子看的吧 那么因为咱们做视频嘛 所以拿了一本啊 这个后面都很密密麻麻的 好 那么这本书啊 这个是 这个是Milphicent Milphicent 这是什么东西啊 那么这个有点像是 好像是一部电影吧 安德德朱莉的话 进行主演啊 没看过这个电影 这个是漫画书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Story from the Atlas Comic Library 这个的话 感觉还挺惊悚的一本书 那么依然是Free Comic Day 以前我以为Free Comic Day的话 只是给那么一两本书 我们想到的话 是给 其实确实只是给那么一两本书 但是的话 它的选择面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广 我跟那个第一个店的老板聊天 他说差不多就有这个 五十来个不同的漫画 好 The World of James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人物吗 这个是 感觉这个也是惊悚的一个范围啊 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叫的一个Tini James Tini 这是一个人名啊 他的这个故事 好了 那么我们看这本书啊 他这些店里的话都是在这个 这个盒子里面摆着 告诉你这些的话都是免费的漫画 那么这个里面有点小鸭 The Towns of Strange 这个是很多的非常奇怪的 这样的一些角色 登场 好 然后这本书 叫做Died Inside 这内心已经死亡啊 那么也是很奇怪的一本书啊 Free Coming Day 进行一个出品 好的 那么我们看这本书啊 这个是那个叫做Cannibal 这是食人吗 这个是食人者啊 The Cannibal 好 再往下 那么这个是Dungeon 这个是地牢 Dungeon is back 那么地牢回归啊 好 Initial D 投文字D 这本书的话要从 我们看一下 你是D 投文字D 当时我拿这本书的时候啊 这个很多人都说 这书讲什么内容 这个可是我童年回忆啊 对不对 这个Drifting啊 飘移啊 我说这个Tofu Delivery Guy 是一个飘移大师 对吧 童年拖海 好的 大大学手 Popeye 也是一个非常 这个全新的画风啊 这个Oliver 仿佛长得好看了一些了 那这个还不错 好的 那么是Kyle's Little Sister 叫做卡尔的小妹妹 嗯 所以这些书的话 我觉得学英文啊 如果这个家里有孩子 想学英文的话 都是没有问题的 Allergic 过敏 这个小女孩 狗毛过敏吗 然后这个 这个就叫这个 这个蜘蛛侠和和他的那个神奇的朋友们啊 好 Snoopy 这个Snoopy狗 在这里 好的 还有这个 这个应该是DC的 那么他们出的这些英雄们 那么又再次画到一起了 嗯 好的 那么Pokemon 口袋怪物 那么也有这个的漫画 还是不错的 嗯 好的 然后这个是什么书呢 这个是 这个Beast Boy 我们再来看Batman Robin And Howard 蝙蝠侠和罗宾 还有这个Howard的小朋友的故事啊 这个都比较低灵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本书啊 这个是 也是 这是DC出品的 嗯 好的 这本书放到这一 然后 还有这本 看一下 然后还有这本书啊 这就是完全 这个是 这个是战队系列吗 这个是 这个是 我们看一下 是否有 这个画风还不错呀 很鲜艳啊 好的 然后还没完啊 这个是Flash Flash Gordon 闪电侠 好 然后还有这个地方 Farzy Cock 这个是不是 Cock of Heard Kell the Heard 好的 然后还有 还没完啊 Captain 队长啊 经济队长 开山之作 那么 做这么一个逆天的角色 好 还有啊 Blood Hunt 走 还没完 Mad Mad是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杂志啊 那么超人一猎 那么里面熊猫一片 那么还有这个有点限制级了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Mad的话在美国这本漫画特别多啊 好了 还有几本 Johnny Quest 还有 Hellboy 地狱男爵 还有 One Piece One Piece 我拿了几本 这个好像多拿那本One Piece 恶魔果实 好了 那么这些啊 就是这个Free Comic Dead 进行一个收获 那么全部都是免费啊 大家这个可以去满花店里边 进行免费的这个索取就可以了 只不过有的满花店的话 应该是变养联和满花店之间的话 他们这个规则制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的话只能拿三本 那么除非像一些比较熟悉的满花店 你跟他说你想做节目 我真的是做节目啊 呃 也也没有这个这个胡说 那么确实做了一个节目 为了让大家进行看看这个这个在美国这个Free Comic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那么其实之前的话呢 我是这个不收漫画 那么也就是从这个这一年半之内才开始玩漫画 所以说的话呢 每年都会有这样一个节目 大家免费看这些漫画 那么难道店里厂商不会赔钱吗 其实不会 为什么 你会发现店里面是人山人海啊 大家拿漫画的时候的话 至于还要看看一些其他的漫画 买一些周边的产品 这的话是一种广告的宣传 与其大价钱就砸下去 花这个广告费 不如的话就是有一些免费的漫画 而且很多漫画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漫画要出系列第一本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会接着买 这岂不是这个美灾呢 不管是厂家漫画都有利处 所以这才是在美国这边 5月4号都会有这个 freecoming date这么一个缘由啊 当然未必是5月4号 有的时候也会时间会进行调整 总之这些漫画的都可以免费索取啊 这么多的话 我估计怎么也得看个一个月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月又省了 好了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